大家好,我是洛杰教练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使用2021年最新威力导演365 制作出进入古画的效果第二集 由于这部影片是截许进入古画第一集的内容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建议要先去看看喔 连结放在资讯栏,欢迎观看 那我们就把上一次的专案打开继续制作吧 这里呢,我会先选择粉笔的效果 然后把笔基宽度拉到最大 接下来呢,选择色彩,绿色 这边的效果,我是希望呢,它是从右上往左下画下来 那我们就这样画一下 如果觉得画错怎么办,我们上一次有讲嘛 我们就点选这个,清除油画特效 点选确定,然后再画一次就可以了 画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一个方块的按钮 然后播放一次 它就会把刚刚呢,我们画的笔基给记录下来 觉得这样子的效果如果不错的话 我们直接按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它会问你说,你要帮它取什么名称 按确定 接着呢,就把刚刚制作好的这一个画笔效果 拉到第二个轨道里面来 这时候我们可以浏览一次看一下 目前的效果是怎样哦 再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一个制作好的素材 给输出成影片档 点选上面这一个输出档案 选择要输出的位置 按存档 接着呢,我们确定一下 H264 还有这一个MP4 1920,1080 当然啊,在这个专案里面 你希望它的画笔移动得更精细的感觉的话 那么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 60P 也就是说每一秒 有60张影格的意思 确定如果都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可以按开始按钮 打开了另外一个专案呢 我们这边准备了两个素材 一个是我们刚刚算好的 这一个画笔效果的素材 而另外一个呢 是这张图片的素材 有两个 那这两个我们要怎么使用呢 我们要先把这一个图片的 这一个门的这一个图片 把它拉到我们的第一轨道里面来 接下来呢 把这一个画笔效果的这一个素材 拉到第二个轨道里面来 虽然它本身里面是没有声音的 不过我还是会习惯把声音 跟这一个影像断开它的连结 并且把声音做一个删除的动作 接着呢,我们要把第二个轨道的 这个眼睛先关掉 我们要针对第一轨道这个图片 做一个效果的套用 所以呢,我们要点选这一个特效工坊 找到一个中国画二的这一个效果 怎么做呢 直接按住滑鼠的左键 拖替到第一轨道的这一个影片片段里面 然后放开左键 那现在呢,第一轨道这个图片 它就变成黑白的这种仿中国画的这种画风 那接着呢,我如果要针对它做一个细节调整 我怎么做呢 点选 这边有一个 I的这一个图示 这个按钮,把它按下去 然后它是一个选取说 这个片段里面有套用哪些特效的 那目前我们要套用一个叫中国画二的这一个 点击它 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基本的一些效果了 首先第一个是这一个刷子的大小 刷子的大小 就是说,你用的画笔 你用多粗的去绘画它 你刷子的大小越小 它绘画出来的效果就会越精细 还有这个灰度 就是看你对它的阴影的要求有多高 像我原本觉得它一百其实算不错的 那遮罩呢,跟这个区域呢 其实就跟之前那个是一样的 点开这个修改 它是可以调整 诶,你希望 这一个效果 它套用的是哪一些区域 那当然我们这个专案呢 要用到区域是全范围的 所以这部分我们也可以不用去调整它 再来呢,我要把这个第二四屏轨的这个眼睛打开 点选这个画笔效果的片段 然后呢,工具 子母画面设计师 现在要讲的是之前没有分享过的 这一个色度去备的这个功能 我们先把它打勾 什么是色度去备呢 它是可以针对某一个颜色 让它不显示 变成一个透明的概念 什么是透明的概念呢 原本我们在第二个影片片段这里 它是直接会把第一个影片片段的东西 完全的盖掉 那如果说第二个影片片段里面有某些东西变透明的时候 透明的部分就可以直接穿过去 看到它后面的东西是什么 那我现在把它变透明的地方呢 就是它所谓的颜色 我们要选取某个颜色 让它变透明的 至于是什么颜色呢 我们可以在这一个时间轨道里面选一个点 就会看到我们刚刚制作的这一个素材里面 我要把这个绿色的部分把它去备掉 所以我就要选择这一个滴管工具 然后选择这个绿色 按下去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效果 目前效果感觉还不错啦 只是说它在后面这里 边边有一点点绿绿的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可以把这一个色彩范围 可以把它拉大一点点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就是让它的这个选取的这个色彩 这个范围啊角度再广一点 广一点 让它旁边这个绿色的地方呢 变得说也是一样变透明的状态 调整到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按这个确定按钮 那目前的效果是这样子 这个笔刷刷过去的地方啊 它就很明显的看到说 它就透过去看到后面这一个 第一视频轨的这一个照片的样子 就是那一个原本绿色的地方就变透明的 这样的概念 最后呢 就按照我们之前所分享的一些技巧 例如转场的特效 这边再转一次 转场的特效 然后再搭配一些适合的音乐 就可以达成我们进入古画的效果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之后还有更多有趣好玩且实用的 电脑相关知识分享 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您收看肥妈的影片 也非常欢迎您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部影片见